歡迎回來今天新聞報 接著帶您看到 國道3號南投中心段 一台救護車正在執行救護任務 卻在行駛於內線車道時 前方一台白色轎車 疑似為注意而為禮讓 阻擋救護車時間長達約40秒 最後救護車只好從旁超車 整個過程被後方行車記錄器拍下 而影片一出後也讓許多網友氣炸 對此國道警察指出 為禮讓救護車僵償3600元罰還 並吊銷駕駛執照 目前已通知該車駕駛道案說明 從曝光的畫面可以看到 白色轎車無視救護車鳴笛 也為禮讓阻擋救護車時間長達約40秒 救護車最後只好從中線車道超車 再轉回內線車道 對此警方表示 白色小顆車會及時禮讓救護車 將通知該車道案說明 並提醒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45條第二項 將儲3600元罰還 並吊銷駕駛執照 高雄大發工業區大有三街 29號上午7點傳出工廠火警 為一間印刷電路板的公司 一樓擺放PC板 二樓擺放鋁合金都已全面燃燒 而現場在上午7點48分 更傳出第一次爆炸聲 而索性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消防局指出 29號早上7點21分 接獲大寮區大有路一間工廠 發生火警 消防局獲報後 立即派遣消防人車 前往搶救並同步通知環保局 老檢處大寮區長 及火廠附近里長 協同救災 第一梯次到達人員廠房 已冒出大量農煙 只竄天際 消防人員不敢懈怠 立即占据水源線搶救防止延燒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提醒大寮區工廠火警 下封處需留意 可能受益位影響 市民朋友盡量待在室內 緊閉門窗 減少外出 如需外出 請戴好口罩 高雄市老檢處 以啟動勞動安全檢查機制 確保工廠勞動安全 服務業站在第一線 面對消費者 經常遇到不合理的奧客行為 網紅黃岩828號 就在社群軟體分享 他在百貨公司 遇到一對夫妻來看電影 在電影開演前5分鐘 才去買手搖飲料 而被店員告知要等30分鐘後 竟當場暴戲飆罵 還把女店員罵哭 而畫面曝光後 引起眾人公憤 不少網友怒喊 今天店員換成是他女兒 看他還會不會這樣罵 轉換焦點 帶您看到娛樂圈消息 今年59歲的好萊塢巨星 小勞伯道尼 因主演漫威電影 宇宙中的鋼鐵人 廣為人知 而他扮演的鋼鐵人角色 也在復仇者聯盟 終局之戰畫下句點 令不少影迷傷心不已 不過在28號漫威活動上 小勞伯道尼則驚喜現身 宣布未來將以末日博士 反派角色回歸系列演出 小勞伯道尼要演出末日博士 在早前已有傳聞 而正是官宣角色之後 他本人也在社群平台 開心發文說 新的面具 新的任務 照片中 他手上拿著末日博士面具 穿著綠色戰袍 開心自拍 預告回歸漫威電影 也讓近期沉寂已久的漫威市場 在電影死士 與金鋼狼北美首映週 破兩億美金後 又再注入一季強心針 五月天世界巡迴演唱會 即將在太原演出 未料28號相信音樂突然宣布 吉他手石頭因腰椎滑脫 短時間內無法負重 及長時間站立 必須缺席四場太原站演出 休息靜養 讓粉絲擔心不已 而石頭的老婆28號深夜 也在社群軟體上寫下 一切都會好好的哦 並加上hashtag 休息是為了要走更舒服的路 疑似是為了石頭打氣的同時 也向粉絲們報平安 最後帶您看到天氣資訊 中央氣象署指出 明天30號西半部 容易在午後有局部性大雷雨 可能出現短延時大雨或好雨 而週三隨著低壓遠離 水氣減少 轉為高溫悶熱的天氣形態 但台灣東方海域 蠻多雲系在發展 目前吹偏東風到東南風的環境 迎風面東半部地區 尤其宜蘭跟花蓮陸續有些降雨 不排除有局部大雨發生 詳細的天氣狀況 讓我們聽聽中央氣象署的說明 在台灣的東方目前已經可以看到 有一個比較小的低壓的中心 正持續的在往台灣接近當中 這個低壓中心的強度雖然不強 但我們可以看到 在台灣東方海域一直到台灣附近 其實整體來說蠻多雲系在發展 這是低壓帶的水氣 我們預計今天跟明天 這邊比較潮濕 比較不穩定的環境 會逐漸的通過台灣上空 今天跟明天是受到低壓帶的影響 環境上不穩定降雨的區域也是比較廣的 那在今天的話 包括在東半部 因為受到低壓的迎風面 所以在東半部 整天可能會有局部性大雨發生 西半部的話 原則上是時勤時雨的天氣 可是在中午過後 也是會有比較明顯的大雷雨出現 今天主要是在嘉義以南地區 不排除會有短延時的大雨或好雨 請在下午外出活動要留意瞬間大雨 雷擊強震風等天氣的變化 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聞報 我是主播余政憲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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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